古艾琳家在旧金山 从小学到高中全部是私立学校 光是学费一年就要4万多美刀 折合人民币30多万 以上就是十几年 这还是不算各个兴趣班 各类课程费的情况下 而古艾琳参加的兴趣班 有芭蕾、当琴、声乐 单拎出来每一项费用都不低 她在越野跑、射箭、攀岩 这些项目的成绩也很出色 越野跑在全美都拿过名次 还代表所在中学参加过足球和篮球赛 像滑雪请专业教练疑似课值费 三万刀都是少的 这还不算全球非乐打比赛的食宿和旅行费 除略估算 古妈妈培养这个孩子 最低要2000万人民币斗底 可问题就在于 即使富一代们齐刷刷砸个几千万在孩子身上 也很难培养出一个古艾琳 她的优秀是天职、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 包括古艾琳代表中国出征最大的意义 压根不是多了几块奖牌 而是冰雪事业在国内年轻人中的推广 以及古历史教育和疯狂鸡娃的理念融合等等 但就最后一点来看 国内环境大体是宣扬努力大于天赋的 即使是艺术体育这些 也是大力宣传多苦多努力 天赋方面基本只说到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就有脸不一样这种层面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的老路子 受到热爱和天赋才是原始动力的冲击 这时候一个满级人类告诉我们 你不必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 你可以做自己热爱的事 你可以每天睡满十个小时 我们变得更慌了